让你在那里等 你在下面听 但是要认真听 来我们请 曾局长 请曾局长 先秀 又也好 等一下 曾局长 这个是媒体帮你 做的统计 远通呢 这么多违约 这么多违约 第三年 没有到45% 你呢 再给他缓冲一年 第四年 没有到60% 你就说 提出免费ETEC 所以不处罚 可是呢 他还是在违约状态 再来第五年 还是没到65% 应该罚2.2亿的 你还是没有罚 协调 什么协调啊 好 协调 你又开个条件给他 叫他102年 要70% 102年 他一样没有到70% 67点多 你还是不给他罚 示意不罚 照样不罚 人家就吃定你了 人家就吃定你了 开始跟你 胡扯 什么 什么 什么诉讼 行政诉讼 什么诉讼 一大堆 好 再来 落后 建制 七千多万 你一样 人家一样 再提诉讼 再给你拖 好 你们这整个ETC的案 从一开始的弊断 大家都知道了 到现在这么多你不罚 来 这些不罚的 我们都要追究 我们还是觉得要罚 但是呢 我今天时间有限 我先让你看这个 媒体都已经很不满的 把你做出这个表格 你到底还要拖多久 我们等着看 来 但是我今天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 来跟你讲 我们本来装一个OBU要650块 所以呢 没有人要去装 现在改用ETAC 可是你这个ETAC 还是一样图力 图力远通 主席啊 你这样有干扰到我呢 好 远通照契约 他必须要设 多少个缴费的门市啊 缴费的 局长 是 他大概要数千个那个 什么数千个 到底几个 你连这个数字 你又讲不出来 当时 在当时情况是3000多点 3000多少 3600 连这个数字你都讲不出来 你看消费者有多不满你就知道 本来远通要设3600个 让 ETAC的使用处缴费的 可是 你们知道远通设了几个吗 他的指引门是有几个 不那是包括他的通路 局长 他的指引门是有几个啦 我问你你告诉我数字 27个 27个 27个里面还有21个在高速公路上面 部长 这表示什么 以后我如果要节省钱 要缴费 还要上高速公路 再让人家继承收费 再缴一次 再继承一次 我又要再缴费 没完没了的 27个有21个要上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才能缴 其他六个在哪里 你知道吗 局长 你什么都不知道 其他六个在哪里 27个扣掉 21个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其他六个在哪 在爱买跟建理站 哈 爱买跟建理站 好 爱买跟建理站 在哪里 在台湾的哪里 不是每个爱买都有呢 哈 我们台南就没有耶 我来自台南耶 来 好啦 你真的一问三不知 我告诉你在哪里 在基隆 在台北 各一个啦 基隆有一个 台北有一个 新北有一个 桃园有一个 台中有一个 高雄有一个 台南没半个 其他我没有说到 都没有半个 每个都要乖乖的开着 车上高速公路 去休息站缴费 是不是 是不是啊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局长 他目前正在开设 服务中心 都可以做这样 直接缴费 局长 免手续费的账 局长 我告诉你 连去他远传 电信的门市 缴费 都要给人家 收手续费 5块钱 用e-tag卡就不需要 用e-tag卡就不需要 局长 我现在就是在讲 e-tag卡 去缴e-tag的钱 去门市缴 都还要手续费 5块 好 来 局长 用e-tag是不用的 用e-tag 局长 好 去缴费 来 我告诉你 你3600个 他没有达到 你为什么 放点点 目前是要 要喊他通路一起算 就是像那个超小的通路 要一起算 通路 通路是消费者缴手续费5块钱 为什么算在远通的通路 除职是不用的 除职是不用的 缴费 我说缴费 你不要跟我讲 除职 除职他赚利息 当然不用 缴费为什么要5块钱 手续费 连缴罚单都不用5块钱 手续费 连缴停车费 都不要5块钱 手续费 你凭什么 凭什么跟消费者 要5块钱的手续费 如果这3600个通路可以算他的 那么他就不可以小 收手续费 如果他这3600个不是算他的 你就应该罚他没有达到我们契约的要求 各位委员报道 这个部分的话 他用e-tech卡去除职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手续费的 是超过3600个 部长我要叫你上来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耐他 除职是他赚利息 我现在跟你讲缴费 那个报告委员 我想我们会就这个合约的这个当初条文怎么定的 我们我在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说这个当初合约定 他必须要有3000多点 而且做3600个服务 要做这些服务 包括这一类的服务 那是不是呢 这里面合约有 这个他就不应该再收手续费 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不好 部长 不要再糊弄我们了 我这点真的不清楚 从98年到现在 你们罚了远通什么 那个4亿多我们确实是有财罚 对不对 我们是有罚 只是远通公司呢 要求协调 那我就换 协调的 但是我们他现在在诉讼 你到底收了 你到底拿到远通多少罚款 你真的要收到的罚款 有多少钱 因为我们这个程序是这样 我们有要罚 也确实我有跟高工夫讲 这点我们是不会妥协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事实上他现在在诉讼 我再说一次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如果3600个通路点要算远通的 他就不可以收手续费 连停车缴费都没有收手续费 停车缴费去超商 都不用收这个手续费 凭什么为什么一定要给他缴这个手续费 这个是应该远通自己吸收 要不然他就自己设 远通不要脸到连自己的门室 都要跟人家收手续费 吃定消费者 目前没有 在自己的门室没有 远传电信 远传电信 去远传电信缴费 照收五块手续费 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状况 远传电信跟远通基本上是两个公司 哈 你大声一点再说一次 局长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 你说啊 你再说一次 我要求你再说一次 远传电信基本上跟远通是两家公司 好 社会自有公断 远传跟远通电信是两家公司是两回事 这是我们的真大局长讲的 好 来 再来哈 这件事哈 我会跟你们没完没了 我真的很难忍受 这种贪得无厌的公司 来 再来 他们设 来 部长我要换你 换问你 我先这样问 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 有一个人 我们就说他神经病好了 他晚上呢 拿着强光照 驾驶人的眼睛 这样有没有犯法 这当然我想是 好 这当然犯法 拿雷射笔 好 去照驾驶人的眼睛 现在呢 远通 他所有的在晚上 你有没有被闪过南光啊 你有没有被闪过 我们的了解 事实上这个应该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才对 什么叫做可以接受的范围啊 那个南光有多强你知道吗 因为他事实上低于高速公路目前的照明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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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度 对标准 对标准 是吗 是 路灯照明比较低于 蛤 对 是 他低于高速公路的照明标准 那就不需要闪啊 对不对 就已经有照明设备了啊 你为了闪是要照清楚啊 你还敢 你们真的是胡说八道耶 如果他低于高速公路的照明设备 那干嘛还要闪啊 这个当然是有一个标准的侦测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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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胡乱回答我 不要胡托我 你不要当我是笨蛋好不好 蛤 可以这样闪啊 这个事实上是 这个都是这样 国际上的很多其他的这个高速公路上 我相信也很多用这种方法 对不起 我没有遇过国际上 我算我也 没有十 没有一百个 我也找好几十个国家 我从来没有看到 你这高速公路是这样闪 闪灯的 直接啪呀 一条高速公路走下来 你要被闪几次你知道吗 如果在那一闪的时候 驾驶人闪神车祸了谁要谁要负责啊 可以 报伟那个有经过检测 是符合相关标准 你经过什么检测 什么相关标准 德国的TUV公司来按照国际标准来检测 德国的高速公路没有这样闪的 蛤 你告诉我什么标准 你等一下告诉我 我们可以提供对不对 蛤 这是哪一个天才想出来的办法 蛤 那个是因为他要做那个牌照的辨识了 所以他晚上要补贯 来来我们会好好来研究这个 蛤 不要等出了车祸再来 蛤 来 好 再来要请问部长 可以完成 我们预计是目前是年底可以开始现在已经在试车了 然后明年的六月底应该可以通车 好 这是明年的六月底你说清楚 也就是说还有六个多月这样 确定吗 对目前的目标是这样 但是合约是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对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是不是工程上的有这个延档啊等等的这些我想我们一切照工程的合约来一定来走 好 照工程合约 他如果没有在十二月底完成 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那当然有一些譬如说是不可归咎于厂商的这些细节 好 该怎么罚就怎么罚 对 我还是要再说一次 其实呢 我觉得时间点以外呢 安全更是重要 好 这个是我们最高的原则了 所以在安全上呢 我要再特别强调 我们现在听说 他们为了赶工 很多东西都是去跟台铁跟铁工局 借来的 随便呼隆 七拼八臭的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绝对是用 我一再的强调呢 安全绝对是最高标准 我再问一个 这里面的数据 所谓的 什么 SCADA SCADA 数据监控系统 它的数据监控系统呢 是跟台铁原有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就再给它弄一套 现在台铁已经有两套了 是不是这样啊 西边的系统呢 就是西线的系统是比较旧的系统 那花东铁路这边是用一个新的系统 好 它等于是在做一个替换这样子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用更新的更好的系统啊 那你的意思是以后西边都要换成这种新的系统啊 那它就是等于第三代第四代 那现在是可以用到时间照的 你要负责任的说啊 以后西边都要这样换成这种新的系统啊 比如说现在西边是第三代 那详细的代数是第三代 那为什么潮州队你不让人家换这个系统 潮州队因为现在要马上接那个 接那个西边的那条系统上 必须用现有的旧系统 但是未来南回铁路在做的时候呢 就慢慢逐步的又改成新系统 那这是什么意思 你让人家潮州团成的人 我想我们是不是书面资料呢 我知道啦 我知道你的意思啊 你让潮州先用旧的系统 将来又要求人家再改成新的系统 再跟那个西线整个接起来 这样子 因为目前没有办法用新的系统接起来 那这中间要多久的时间 潮州这样多久又要换一次 因为要南回整个弄完大概是十年 潮州这样多久又要换一次啊 因为南回都换完 我们预计是十年之后的事情 好 好